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视野,我是浩天 关于谁会成为川普的竞选搭档,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 最近,川普在采访中直接提到了塔克·卡尔森 并解释了选择他的理由,让不少人感到惊讶甚至惊喜 那么,2024年是否会迎来川普·卡尔森的MAGA组合呢? 与此同时,另一名川普的潜在竞选搭档,纽约州众议院 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埃利斯·斯特凡尼克 状告纽约法官亚瑟·安格伦的极端偏见和无法无天 要求纽约州司法协议委员会调查安格伦为川普伸张正义 众所周知,11月8日晚上,共和党举行了总统候选人的第三场初选辩论 尽管川普拒绝参加,但《每日邮报》网站的民意调查仍然显示 川普才是这场辩论的真正赢家 不仅因为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没有参加这场低收视率的电视辩论 而且,还因为在辩论之后,包括大捐款人在内的共和党人 都已经看到,川普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 第二天,共和党最具影响力的捐助者之一 加德堡联合创始人伯尼·马库斯公开呼吁 接下来的辩论毫无意义 其他候选人要做的事就是协助川普赢得2024年的大选 他说,我支持川普不仅因为他最有可能赢得大选 而且因为他是对抗并摧毁扼杀美国行政国家的最佳人权 美国的敌人尊重更重要的是害怕唐纳的川普的判断力、力量、决断力和勇气 那么,谁才是川普的最好竞选搭档呢? 在经历了2021年意料事件后 川普曾经告诉自己的顾问 他将忠诚堪称是副总统最重要的品质 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了几名年轻的马嘎人士身上 包括54岁的亚里桑那州参议员候选人卡利·莱克 39岁的纽约州中医员埃里斯·斯德凡尼克 52岁的南达克塔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 以及49岁的乔治亚州中医员马乔利·泰勒格林等人 他们几个人对川普忠诚 还可以在2028年既成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运动 其间,曾经有人提起过54岁的塔克·卡尔森 但很多人都觉得不能当真 不过,其中也不无道理 卡尔森是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 是美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主持人 现在是X平台的明星 虽然他曾经对川普有过偏见 但很快就明白被媒体误导了 并成为了川普的坚定盟友 加上他在美国有极高的知名度 对川普竞选2024会有帮助 不过,去年7月 卡尔森在接受塞马夫创世人 本·史密斯的采访时说 我没有野心 不仅在政治上 在生活上也是如此 之后,卡尔森又说 自己对从政没有兴趣 他更加喜欢媒体工作 过着不受约束的生活 所以,卡尔森的名字 渐渐淡出了川普竞选伙伴的名单 然而,现在 川普亲自开启了这个可能性 11月8日 川普在接受克莱·特拉维斯 和巴克·塞克斯顿的电台采访时透露 他会考虑选择 卡尔森作为他的竞选伙伴 当天,川普在节目中 与两名主持人 讨乱了拜登灾难性的总统任期 共和党如何与操纵选举作斗争 乌克兰战争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边境危机 经济政策 政敌的猎物行动 并可能入狱 以及可能的副总统人选等问题 当被问及 是否会再次面对乔·拜登 现任政府 是否会在投票问题上 玩弄某种轨迹 以及对拜登任期的看法是 川普说 这就是他们擅长的搞诡计 他说 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并补充道 我很希望和拜登再次竞争 我认为我在竞选中 比他做得好得多 川普指的是 2020年 他获得了7400万张选票 创下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高得票记录 而拜登虽然说有8100万张 但民主党却不敢宣传拜登的记录 当主持人特拉维斯问川普 你会考虑把塔克·卡尔森 列录你的副总统名单吗 当你坐下来调查政治领域时 名单上可能会有多少人 川普首先提到了 共和党的第一次初选辩论 8月23号当天 他做客·卡尔森的节目 两人创下了2.7亿的收视率记录 是第一场电视辩论 1300万收视率的20倍 川普表示 他会考虑卡尔森作为竞选搭档 随后他给出了一个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理由 既不是从政纪念 也不是有色人种 而是有常识 川普说 我很喜欢塔克 我想我会的 因为他很有常识 川普接着 谈到了他们相同的常识性政策 特别是在边境安全问题上 说我们想要一堵墙 因为墙是有效的 事实上 10月12号 卡尔森在塔克X秀 第30集节目中 专门谈到了边境问题 与川普的想法非常相似 他说 国家是有居住在其中的人来定义的 这是对世界最基本的观察 如果你的国家充满了努力工作 相信基督教和西方公平标准的人 并因此愿意通过非暴力解决分歧 那么你可能会拥有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 然而拜登上台后 第一天就发布了行政命令 结束了川普对来自伊朗 叙利亚 朝鲜 坦桑尼亚和也门等 对美国怀有敌意的国家的人 进入美国的限制 同时 拜登还停止了川普的边境墙建设 结束了对那些寻求在美国申请庇护的人 留在墨西哥的政策 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正在摧毁美国 卡尔森说 这是大规模的选举操纵 这违反了联邦法律和民主的核心原则 即公民有权管理自己的国家 最后 卡尔森说 我们的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 拜登政府未经美国人民的统一 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美国 下面 我们来谈谈川普的另外几个竞选伙伴 并推测 川普为什么会点名卡尔森 而没有像上次 在回应南达科他州州长 克里斯蒂·诺姆时那样 留有余地的说法 9月19号 川普在NBC与媒体见面的节目中 当被问及 是否会选择一名女性 作为2024年竞选搭档时 他对主持人克里斯蒂·威尔克说 我喜欢这个想法 我们将挑选最佳人选 但我确实喜欢这个想法 是的 克里斯蒂·诺姆 一直是川普的支持者 川普赞扬诺姆 是一位绝佳的 了不起的州长 他说 当然 他会是我考虑的人之一 也可能是其他人选 不过 川普同时也表示 我们有很多人 我们共和党 有很多了不起的人 其实 早在9月7号 诺姆在接受保守派媒体 Newsmax时表示 他绝对愿意考虑 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与川普一起竞选 并说 如果川普发出这一邀请 他会无需考虑 立即同意 当时 人们都在猜测 诺姆是川普潜在的 热门竞选搭档 但不是唯一 其他人还包括 阿坎塞州州长 沙拉 赫卡比 桑德斯 川普的铁港盟友 乔治亚州众议员 马乔丽 泰勒格林 亚里桑那州参议员候选人 卡利莱克 还有中院共和党会议主席 埃里斯斯特凡尼克等人 今年8月 格林曾经告诉卫报 如果川普获得提名 他的名字 就可能出现在 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 卡利莱克 他和川普的关系非常好 经常出席川普的竞选活动 包括在爱荷华州 和11月8号的佛罗里达州集会 不过 他10月份刚刚宣布 竞选亚里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 还没有对竞选搭档的问题 做出回应 阿坎塞州州长桑德斯 目前也没有表态 11月8号 他出席了川普 在佛罗里达州的竞选集会 为川普背书 并发表了热情的演讲 而斯特凡尼克 他也是川普的坚定盟友 从第一次弹劾案 到2020年大选 16事件 他一直支持川普 川普曾经说 斯特凡尼克 将成为明天的明星 他的才能 可以担任2028年的总统 外界猜测 他可能会成为川普的副总统 然后在2028年竞选美国总统 那么 川普为什么要点名塔克·卡尔森呢 我们先看采访的时间 11月8号 正好是共和党第三场初选辩论 川普首次公开表示 会选择卡尔森 作为他的竞选搭档 似乎是在警告 当天参加辩论的共和党候选人 不会将他们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 当时 建制派媒体承认 这场初选辩论 实际上是一个竞选副总统的选拔赛 但是 川普已经看到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罗恩·德桑蒂斯和尼基·黑利 都缺少川普最看重的品质 忠诚 此外 川普是媒体运作的高手 他曾经创办了风靡传球的学徒 或叫飞黄腾塔的电视真人秀 他很清楚 怎么样去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从而做出判断 所以我们推测 川普说会考虑卡尔森 与其说是一个选择 不如说是一个测试 看看外界的反应 对于副总统候选人 有人认为 应该选择一名女性 或者是有色人种 可以更好地吸引女性和少数族裔 也有人认为 最好选择一个有从政经验 熟悉华盛顿政治的人 作为川普的副总统 可以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而有人认为 作为川普的副手 需要性格上互补等等 然而川普可能 并不特别看重这些 毕竟他已经做过四年的总统 知道如何治理国家 如何处理国际关系 与其他候选人不同的是 川普针对当前的问题 做了一个系列节目 第47议程 通过视频的方式告诉外界 他对当前问题的看法和应对策略 但是在自己和家人 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之后 川普甚至 法盛顿沼泽的黑暗与顽固 所以川普可能更加看重 一个人的勇气与毅力 副总统需要能够 直接面对黑暗势力 而卡尔森 自从离开福克斯之后 也经历了一场磨难 特别是卡尔森在X平台上 一直在揭露深层政府的黑暗 所表现出来的勇气 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 而且两人都深爱美国 有相同的价值观和原则 此外 两人性格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内心纯净 性格直率 没有政客的圆滑和事故 也许一起工作效率会更高 当然 他们的一起共事 是否会产生摩擦 现在还不能凭直觉说是 也许 卡尔森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候选人 但无疑是一个最专守川普的民粹主义 专守美国优先原则的人 11月10号 川普的铁杆盟友 马乔利·泰勒格林 回应了转折点创始人 查理·科克 推动川普·卡尔森竞选的推文 他在X品牌上写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 查理 没有人比塔克·卡尔森更好了 那么 卡尔森是否会接受这份邀请呢 目前还没有看到他的回复 不过 塔克·卡尔森 是否在看到川普的召唤 看到美国选民的需要 从而改变当初的想法呢 所以 一切皆有可能 大家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讨论 由于篇幅的关系 川普的潜在竞选搭档 埃利斯·斯特凡尼克 状告纽约法官亚瑟·安格伦的话题 我们将在下一个节目中 与大家分享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